哈喽大家好是阿鱼妹 之前阿鱼妹拍过水库这里起鱼 有网友建议 这个再也不见 这位网友建议我们使用皮带运输机 上车减小劳动强度 所以老板看到了阿鱼妹的视频 也看到了阿鱼妹的评论 就进行了改善 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这些鱼就往回来了 我们正在分解 分类好了 然后再放到皮带这里拖上去 这样很方便 你看这条皮带就是这样放鱼的 上面还有一位猛蓝在那里拉扯 也是应该是用垫的 等一下我们上去了解一下 这样省了很多人的意义 就不需要 不再需要用挖截鱼了 挖截鱼比较贵 因为起一台挖截鱼来 来钓鱼的话 估计要一千多左右一天 上鱼了上鱼了 下午一天 三十四对五年 要去找到双鱼 坐着海藏 我们下午一会儿 会给大家看 那里面 下午一会儿 我们下午一会儿 计算的时候 下午一会儿 早餐 起来 我我说 我说 这个锅板还没下来 哇 这好快啊 这些行行人都是 你这些鱼可以做罐头鱼 罐头鱼也可以煲汤 在上面操作这位帅哥根本不需要力气的 不要是拉绳放绳 豆豉鳞鱼就是用这种鱼鱼来救你 这个超级方便的 全部都是用鸡蟹来操作的鱼鱼 各位老板让我感谢一下再见再也不见这位网友 因为你的建议真的很好 让他省了不少的人力和时间 平常对阿鱼妹的视频有什么建议的网友可以在下方留言一下 这节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各位小鱼妹记点个撞拜拜 阿鱼妹来回复一下评论 小生9931097225424 阿鱼妹是拍一顿全语 粤语 粤语视频 发扬一下粤语文化 这个建议是好建议 但是我怕说粤语的话有很多网友听不明白 所以你们觉得呢 如果你们投票人数多的话 我是可以试一下的 胖子V知了 鱼妹怎么不找个男孩保护你一下 这个得看缘分 这个节目来 农村阿超 你那漂亮的拖鞋去哪买的 我是在网上买的 给你们拍一下截图 截图去网上找一下 再见 再见